穿著華麗的韻律體操服 搭配著曼妙的音樂 操作著手邊的繩球棍棒等器材 展現舞蹈 跳躍 平衡 柔軟等身體動作 能夠在競技場上 呈現體態各種層次的美感 是需要付出長時間的辛苦訓練 才能夠達成的 會不會辛苦 很辛苦 會想要繼續練下去 會 很辛苦 但是得獎的時候 就真的很值得 大學還是會繼續跳 有什麼樣的目標 或是有什麼目標 就我想要當教練 然後考上裁判 為了呈現最好的一面上舞台前 每個選手都忙著暖身做準備 韻律體操被譽為最美的競技運動項目 是一種集音樂 舞蹈 芭蕾及體操於一身的運動 不但是亞奧運項目 也是全國運動會的必犯項目 四天的賽程 三百多位來自國內高國中 小學及大專院校 社會主的選手 同場競技 讓在地鄉親 以及前來為孩子們加油打氣的觀眾 見證韻律體操 利於美的視覺饗宴 原始信用歌手 彼東是採訪報導